大家好 12月10号2021 12点45分了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我是外地的怎么了 你问他他在这里 我的车还没穿到我有驾驶就马上送过来 是不是我是说你又说扣我车什么 我又不是没有在中间什么 来来来来 你怎么这么厉害 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我就不给你钱 看见了吗 中国大陆的交通警察 骂人打人 仗着人多 欺负人 在中国大陆 你到外地经常被罚款 我们有一次93年吧 我们开着车去山东区府 在河北的衡水 就被交通警找茬罚款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次在天津堂姑 不过那次是我们闯红灯了 说实话 那是1988年 我说的去山东区府 那次93年 88年在天津堂姑 确实我们开着一辆那个 那个日本那个丰田土鸦塔 确实闯红灯了 不小心 在唐姑的港口里 然后警察追上来 后来我们给他买了烟吧 买了好买了烟好像 还在北四环会心里 警察解我 我给买点矿泉水啊 这种情况很多 和平里交通中队那姓王的 那大胖子 非要用我的车 因为那个 我不是给他交通队食堂送点货吗 挣不了他多少钱 一个月结账才结个七八百 我也就挣个一百多块钱 啊 用我的车 还还要我给他出油钱 说他小舅子要去评估 用了一次 我给他面子了 又找我要 我不拒绝了 因为我那车我天天得用 后来就 后来就那个那个 就就不给我结账了 也不要货了 后来我跟他翻脸了 翻脸之后把那钱给我了 啊 还有一次 在石井山 啊 我开我的1041卡车 我那个车牌子被我的邻居 有一个坏邻居 偷走一个 那个坏邻居的老公被进监狱了 啊 他在我们那边开一个小卖铺啊 开个零售商店 认为我抢他生意了 其实我主要做批发 跟他没有什么 就是弃人有 笑人无 红眼病啊 有一次 啊 后来那个 要罚我200 在石井山呢 然后 我跟他一翻脸 跟他一急 罚了我100 还有一次 开着我的切诺机 去那个 河北白沟啊 我们家的两位亲属 夜里有个警察 黑着灯 在一个没有灯光的路口 特别的暗 特别的暗 然后那个一个警察 我怀疑是个假警察 或者是个真警察 他也是来蒙钱的 然后我们的邻居 给他塞了100块钱吧 我认为我们没毛病 干嘛要给他塞钱 对吧 就塞了100块钱啊 这个交警很多 欺负人 打人 之前还有视频 好像五六个交警 给一个开大货车的司机 摁在那打 是吧 还有前一段 一个河北搏头的 苍州这边的搏头的司机 那个贾庆林的老家吗 搏头 那还有个火柴厂 过去北京用的火柴 都是搏头的 贾庆林 贾黑子 老家是那的 然后那个到了 河北唐山的丰润区 过去叫丰润县啊 还有个丰南分出来的 千安 又分出来一个千西 然后那是谁的老家呢 那是王兆国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啊 他儿子也在香港发大财 很多钱 是吧 合法不合法 他们自己都知道 王兆国的老家 给一个司机结了 那司机本身就做过心脏搭桥 还有什么高血压 糖尿病 罚五千 就是那个GPS 说他掉馅了 那有时候经常掉馅 中国的很多的这个设备啊 产品的质量很有问题 最后怎么办 那哥们想不开了 上吊自杀了 喝农药了吧 在那个叫智超 智超 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智礼站 那儿喝农药了 也没人拦着 他没人管 就死了 还有北京延庆 张山营站 前些年有智超 智礼超载的 那个什么啊 那个拉煤的 从张家口 从山西大同过来 拉煤的车 都超载 但是有当地的混合 当地的流氓 跟那个那个 那个智超站的人 啊 那警察勾着啊 可以给你带你绕路 从村里绕过检查站 啊 这然后就 你给他点钱什么的 反正在中国呀 就是你不超载 你不超载 挣不着钱 超载就罚你 还有一次零几年吧 我从辽宁盘锦 大挖县 拉了51吨大米 往北京首都机场 国航货云部送货 那个车的核定载重 那个行驶站上 只有8吨 我们拉了51吨 啊 路上警察罚钱 警察罚钱 然后那个 结我们 在高速公路上 其实有规定 高速公路是不允许 接车的 然后我们的司机没停 啊 因为那个 我看交警已经 拦下了几辆货车了 他已经有收入了 就没接我们 我们就跑掉了 啊 然后因为 超载了六倍多 六倍多 所以 每开一段 到一个那个服务区 就得停下来 让那轮胎降温 还得往轮胎上 泼凉水 啊 当然他超载是他的问题 罚款也罚他 不罚我啊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我从山东 拉苹果回北京 那次倒不是交通警 罚钱 那个车有毛病了 吸不了火 然后到了那个 那个加油站 都不吸火 加油 一吸火 就打不着了 那车有毛病 是一个内蒙古的小伙子 开着车 啊 我们到了那个 那个加油站 还得跟人家说好听的 啊 后来有一次 他累了半夜 已经到天津了 他想睡会儿觉 那么我们那个车 就得停在一个高坡的顶端 高坡的顶端 你要停在半山坡 这个状态就打不着火了 停在高坡的顶端 然后吸了火 睡俩中头 然后 再往下出流 他能自己出了着了 那个车一啄 就啄着了 你要是那个什么的话 就不行 你要是那个那个 啊 在下边那车 往上开 就着不了火 所以 嘣嘣嘣嘣嘣嘣嘣 那车有毛病 后来一直到 也是 送到首都机场 啊 那个苹果 两千多箱吧 是多少箱 我现在忘了 送到那 他回他们那个 内蒙古老家了 啊 还有好多这种事 啊 包括我自己 在北京开车 有时候那交警 到马路上来拦我 有一次 我开着我的卡车 在永定门 我一看那俩交警 没有汽车 他们俩骑自行车的 拦住我 我一看他只有自行车 我就不停就跑了 还有一次 在安定门立交桥 和这个东智门立交桥 我都跑了 啊 对 刚才还说到 主要说的是 这个交通警的 这个额钱 是吧 跟你要钱 刚才说100块钱 什么的 经常是那样 你比如说你走在路上 尤其那开大货车的 拉煤的 他给你要行驶证 你懂这意思吗 行驶证 有的时候从四川到陕西啊 反正全国各地 行驶证 跟你要行驶证的时候 你就把一张大团结 100块钱人民币 上面有毛泽东 有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四个老人头 四个大脑袋 C里边 给他 他一看里边100块钱 把钱抽走 把行驶证还还给你 然后有一个长途司机 就只给了加了50块钱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给我换换 还得换100的 这都有行情 这跟黑社会一样 还有一次 我在北京昌平区 小汤山 那个北京太阳城 那个路口的红绿灯 我把一个顺义人 我开我的切诺机 拉了好多货 我往小汤山 空军 空军接待站送货 光当我给他怼了 我拉的货太重了 杀不住了 然后他有那个顺义 好像北小营是高丽营的 那司机跟我胡说八道 跟我狮子大开口 要我两千 我不给 后来警察就把我们的车本收了 警察后来去沙河交通队 回龙灌北 往右啊 一个盘桥盘上去 一个死胡同 沙河交通队 警察让我给买烟 没直接说 让我买烟 我不给买 是吧 门口两个烟摊 那什么意思 就让你买烟 我就不给你买 他为难我 我不理他 后来下午把车本还给我了 孙子在中国 交通警 不是孙子啊 全是孙子人 王八蛋 养本来不应该 小善 宝贝